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那按照刚才我们所写的这一段逻辑呢 如果没开启验证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这时候我一旦在后端当中 把这个东西给你放开 放开之后后端是不是就开始交验了 如果不合格 那后端你试图都进不去 所以这时候也就要求 我们在前端当中传送数据的时候的 请求题里面的数据 是不是必须得去包含那个对应的值啊 对吧 因为我们之前已经说了 你把它看起来之后后端有了 不可以我也设置过 就差请求题里面的数据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 你什么时候传 你自己去解决请求题的数据就可以了 现在呢这是我要去往后端传了 所以我得去写 但是呢这里面还有点问题 什么样的问题呢 先不去管那个值从哪来 但是呢我就得设置这个值 那我说了这个值的话 我直接放到请求题当中 如果直接放到这叫做CSRF token 放到这个值 然后这个值的话 XXXX 我保证这个值呢 是跟Cookie里面是一样的 但是如果这么直接传送的话 还有问题 问题在于哪呢 问题就在于是说 后面的这个验证机制了 后面这个验证机制不是我们去写的吧 是谁呢 是WTF我们给他补充的这个东西 他做的去拦截的 他在进行教验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他要从Cookie里面取一个值 还要从请求题里面取一个值 但是我们现在跟大家说 他不完全都从请求题里面去取 原因在于哪呢 原因就在于 你这个请求题里面 这个CSRF机制 再往外去拿数据的时候呢 他得能够解析请求题 才能取出来啊 对吧 你首先你在请求题当中 可能会 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 你可能会包含了这么多的数据 那你后端这个 你后端的CSRF 这个机制 在进行教验的时候 他得能从你的请求题的数据 得找到CSRF 把这个字段拿出来之后 才能做对比吧 对吧 所以他必须得去能够进行 这个提取参数 才能行的 那我们说了 他这个后端当中的这个机制 在进行提取参数的时候的话 他提取的话 他怎么提取呢 他是依赖于 flask里面的那个request form 就相当于我们在flask当中 实际上是有一个 request.form 能够往外拿数据啊 他相当于通过那个request.ist 第二 form往外去拿 拿什么 你就可以理解为 他第一步先执行了这么一句话 然后呢 把这个值往外去拿 他是通过这样 还是往外拿的 那我们说了 这个request的form这个东西 往外拿数据的时候 这个请求题的数据 他就得有格式要的了 什么东西 这个form的数据 虽然已经是字典了 但是他能够转换成字典的一个前提 就是说通过这个request 往外拿请求题的数据 它有两种形式的 一个是request data 一个是request.form吧 它的区别在哪 一个是 their data是 除了表单格式 其他的格式的 比如说json格式啊 比如说xml格式 最原始的方式吧 如果是表单格式数据的话 它是通过谁呢 通过form往外拿吧 那好了 它就是通过form往外拿的 也就意味着说 它在进行提议算数的时候 是不是只认可你前段是表单格式数据啊 如果你前段发动请求题的数据 不是表单格式数据的话 它还能够通过这方法往外拿吗 拿不到吧 拿不到 也就会出现问题 所以你现在来看一下 那我们在前端当中 给你传的数据 往后传的时候 传的是表单格式吗 不是吧 咱们往后端传的时候 传的是json啊 所以也就是说 它的那个机制 根本就提不出来 这个请求题数据 那提取回来 这个请求题数据的话 怎么办呢 所以这个机制的话 不是死的 它不仅仅能从包地上 往外拿 如果说了你这个包地不是表单格式数据的话 就向他们再去写一下 这里面 这里面我们再写 如果 如果请求题的数据 不是表单格式 那那个csrfpoken往哪放呢 你还要去构造 必须得带 但是呢 往哪放呢 往这个请求头端中放 将csrfpoken的值 可以放到这个请求头中 请求头中 也就是说 这个请求头的话 必须是我们构造 是哪个请求头呢 它认可的请求头 也就是后端认可的请求头呢 叫做 x-csrfpoken 它认可这个值 就相当于我们在请求头当中呢 你给你添加上这么一个值的话 那它也能够往外去取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再给这个更细节的东西呢 跟大家说明 也就是说 它在进去取的时候呢 不一定都是通过包地 它如果从包地里面没取出来的话 它照样从请求头 它按照这个字段往外拿一个值 然后呢 再跟cookie里面的这个值 是进行相对应的对比操作的 能明白这个过程了 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出来 既然我们传的数据不是请求头的数据了 所以呢 也就意味着说 我们在进行操作的时候的话 就不 你哪怕放到这里面 也没有任何意义了 所以你不放到这儿 我们给它放到请求头当中吧 那请求头的话 那这时候呢 你要注意请求头的定义 也只能通过这个完整形式才能定义 那也就是说 Headers 然后呢 在这里面去传入一个什么东西呢 传入一个gs里面的字典 你把这次请求的过程当中 想携带哪些请求头 都放到这个这个对象里面 自作的就行了 那我们要带来的什么东西呢 是叫做 x-csri token 是这样的值 它的值是什么东西呢 你先放在这儿 把数字写下 这是请求头 请求头 然后呢 将cs-rf poken值 放到请求头中 方便 后端cs-rf进行验证 这是关键点 那你说了 那这个值的话 咱们从哪来呀 从哪来 我可不可以在后段 再给你写个接口去写这个值 可以吧 那是不是就比较麻烦呀 那说在哪啊 你说在这个页面当中的 那个cookie里面 有没有吧 已经有了吧 那我直接在gs当中 我通过gs-s的方式 读取cookie值 是不是就可以拿开呀 所以我们之前跟大家就说过了 你黑客能不能拿到一个原因 就在于 黑客跟我的这段程序 它是不同源的 所以黑客里面那个gs脚本 操作浏览器是拿不出来值的 但是如果是我自己呢 我自己的页面里面的gs呢 那它能够操作这个数据吧 所以就相当于 gs已经设到负费了 那好了 我页面同源的gs 就是同源的gs 我完全可以通过gs的方式 来去读取负费的值 那在gs当中读取负费的值的话 我们怎么去读取呢 我们在这里面 已经给大家找了一个简单的方法 给它封装了一个函数 就叫做getcookie 这是我们封装的 这是gs读取cookie的方法 读取cookie的方法 那这个方法的话 说白了也比较好理解 什么理解呢 你看一下这里面match 再看后面这里面方括号 新猜也能猜出来吧 它怎么去做的 通过正则表达式 我还去拿着吧 所以相当于 你在页面当中 如果想要去读取cookie值的时候呢 可以通过在这里面 通过gsdocument.cookie 往外一拿 你看一下 cookie的值是拿回来了 然后呢 你在一个页面当中 肯定有可能 会有好多个好多的cookie 所以呢 它好多cookie 都是放到这个document.cookie的 一个字符版当中了 而且是以分号来进行分隔的 我们在这里面虽然只有一个 但是它还是有可能好多 所以呢这个方法做的工作呢 就是按照正则表达式的方式 然后呢 给你往外进行提取操作了 那这个正则表达式 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呢 咱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把它拿过来 这是关于这样的东西 是这句话 那这句话当中 document.cookie 它是一个 对应的 一个字符传 所以字符传里面 就有一个match方法 这个match方法 跟这个python里面的match方法 是相复道理也是直接去传 这样的一个正能表达式就会了 现在看一下正能表达式当中 这个斜线斜线b 我们说了 在字符传里面 两个线是代表一条斜线 所以斜线b代表什么东西 正能表达式里面 应该讲过叫做 三次边界吧 斜线b 不常用的 没讲过是吗 就是说 我们在正能表达式里面 是不是学过一个尖括号 上间镜头 还是到了呀 上间镜头代表什么东西 代表字符传的起始位置吧 到了呢 代表字符传的结尾位置吧 然后呢 那如果说我想判断 某个字符传中间的位置的话 怎么判断呢 假如说我就说了 认为这个CNSIF token的 这么一个 比如说 这么一个值吧 这是对应的一个 这么长的字符传 很可能在这个字符传当中 还可能跟上了一个空格 然后呢 前面还可能有字符传 如果我现在想判的时候呢 其实呢 我就认为这个CNSIF token 这个C 应该是在一个单词的起始位置 我们把它叫做单词一个边界 那这样的东西 我们怎么描述呢 就是用这个斜线b 来进行描述了 所以斜线b 代表是说 跟上谁呢 比如说我说C 这个字母 应该是单词边界的话 所以就是一个C 一个斜线C 那这个字符传当于说 好了 C左边是位于一个单词边界 也就意味着说 C的左边 不能再出现字母啊 数字或者加法线 单词应该出现字符了 是这样的东西 然后呢 相对应的 如果我要去看后面 也必须是一个单词边界的话 那好了 后面再去做的时候呢 也是加上一个斜线b 你以什么什么结尾 比如说这个里面是不是有u啊 好了 我说这个u 那这个u应该也是位于一个单词边界 就是u再加上斜线b 那后面这个东西呢 就相当于说 你应该出现的是 除了字母 数字下发线 其他的任意字符 只要不是单词应该出现字符 都可以 这是关于斜线b去描述的 我们把它叫做单词边界 这个意思 大家能明白意思吧 所以这是关键点 所以呢 他做的工作呢 就是认为 这个东西 加上这个name 加上东西呢 这个name 我是不是给大家做成一个函数的 做一个函数参数的 所以我现在就当于 这个函数的意思就是说 你想去读取哪个cookie 你把cookie的名字传过来 这个名字呢 就给你拼在到证词比达识当中 所以在这里面 对应操作的时候呢 比如说 我想获取的是 csrftoken 是他的值 那紧接下来 我就直接的把它拼筋完成 csrftoken 我想获取这个名字 我就给你传过来 传过来之后的话 他就把这个字符传拼筋 拼了之后 你看一下 是不是c就跟这个cookie的 按到一起了 那对应的就应该是 他认为这个应该是一个单词边界 再往后走csrftoken 都匹配 再往这里面等号 再往后走的话 这里面加括号 是代表要去提取参数了 提出来的话 就是后面真实的值了 在这个真实当中 方括号里面 又去做说明了 方括号里面 列出来的话 是什么意思 是所有的可能性吧 如果我加了一个上街镜头 是不是代表起反呀 你的意思是说 你只要不是分号 其他的任何字符 是不是都可以呀 所以相当于 只要不是分号 一直往后走 一直往后走 如果你页面 当中出现多个cookie的话 那cookie的最后结尾 是以分号来分合 分这个是下一个cookie 所以只要不是分号 就一直往后走 一直做到最后吧 新号是不是代表 这样的一个数量 这是关键的点 读取完成之后 那最尾还要是一个 作为一个单词边界了 所以通过这样方式 我们来看一下 我提取出来 它会给我返回值 返回一个什么值呢 返回出来的是一个 这样一个列表 这样的值吧 你看一下 它这样返回的是一个 列表方括号了 在列表当中 这里说明了 会有两个参数 哪两个参数呢 我们把它点开 第一个0号下边的元素 它是匹配的所有的 从头到尾 只要匹配的正值表 是分头都列出来 这跟我们之前在 拍子里面的 骨肉和零 是不是一样的 然后呢 如果我想要去 获取第一个括号 里面参数呢 是不是就是 第一个下标啊 你看一下 第一个下标 是不是就是 我在正德表达室 当中加的这个括号 所提取出来的 真实的cookie的 那个值了呀 是这个值吧 所以它就通过 这样的一种方式呢 我先去通过 正德表达室 根据你传的这个名字 我往外拿 拿到之后的话 我来去判断一下 这个对象 我来去判断一下 这个对象 如果说当前 这个对象 是存在的 你说它实际上 是个列表 如果这个列表 是存在的 代表我确确实实 按照你的方式 已经提出来了 提取出来之后的话 这个三目运算符 见过吧 见过吧 讲过吗 应该是说 R如果为真 return的话 是把谁呢 把冒号前面的 这个值返回吧 如果R这东西 在您的逻辑 判断的时候呢 是为假 不存在的东西 是不是返回 冒号后面的东西 这个语法 见过吗 那如果让你对应 成这个 Python里面的话 怎么去写呀 Python里面的写法 变成是 R 然后呢 E 谁呢 相当于应该是 R翻过号 E吧 然后呢 E 里面这么细细 所以你看一下 如果R里面 匹配成功 确实有 R是一个列表 所以是不是就把 翻过号里面的 第一个元素 匹配那个值返回了 就拿到枯贵值 如果R是没有的情况下 返回了一个 GS里面的安提范 不存在的 就像是返回里面 LAN类型一样 所以这是关键点 那我现在来 是不是就可以直接通过 这个函数的方式 直接获取枯贵值了呀 所以就在这里面 在哪呢 咱们是要 在这次请求当中 补充一个请求头 插CSRIF 然后呢 它的值 必须跟COOKE里面 值是一样的 所以那我直接 就读取COOKE 第二个刚才的方法 从COOKE当中 我来拿 那我在COOKE里面 设计的名字呢 叫做CSRIF token 所以呢 直接把名字 CSRIF token的 这样一个值 拿过来 好 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呢 不补充完整了 补充完整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后端 我已经把它开起来了 开起来之后 咱们让程序 重新的去启动一下 重新启动一下 重新启动一下 然后呢 咱们在这里面 重新去清除一下 缓存 清除缓存之后呢 咱们到这个 这个注册页面当中 到这个页面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Source里面 对应的 刚才咱们写的这个GS 有没有进行生效 注册的 注册的这个页面里面的话 应该我们自己补充到后面了 阻止拦截 然后呢 这里面还有我们刚才所去写的 像阿扎克斯巴斯的据球 还有一个 这个地方 是刚才写的吧 已经是最新了 所以咱们现在来看一下 18612345678 对应的这是MT勾V吧 好的 获取一下 回过出来 看一眼 对应的 3 这是172243 172243 对应的 123456 123456 我们再来点一下注册 点一下注册之后 现在来看一下 又回过来了 所以这是在我已经在后端当中 已经把谁呢 已经把这个CSRF机制开起来之后的一个效果了 所以这是关系这样一点 稍等待我会建讨的 在年轻盖中